女孩子越大 就越不能怠慢了仪式感 于是今年生日 我决定奖励自己偷偷回国 给爸妈一个惊喜 顺便完成一些小愿望 老子们 我现在在仁川机场 今天呢是10月12日 明天就是我们生日 今年生日呢 就想特别地偷偷回国 给爸妈一个惊喜 不知道法律会如何 回家的路总是激动人心滴 穿过餐时还是很不错的 到达 尽管旅途劳累 但是一想要回家 还是很开心的 我现在就到我家楼下咯 大家一起去找爸爸妈妈吧 登登 快过来 太高了你已经拆了 你拆了 你就还在这里 你啥子 你都准备睡觉了 呦 你睡 就希望你明年就带了 带了我们就 该带就带了 帮我帮你省点 好 跑得了 回来不到五分钟 朋友们 其实这次回顾 我还有一个想做的 就是去看一次开心老话的话剧 在国外这几年 一直都没有看上 到现场了 先来牵个道吧 哇 好有仪式感啊 现场很帅的调整 好累 好累 今天要看的话剧是 捞金晚宴 学它的原因很简单 有识的 体验沉浸式话剧 开会大笑一下 对身体价值的提升 还是很有当助的 刚好这次话剧是盛放品牌 联合开心麻花 所打造的 绿密派对专场 也传达了很好的 其实价值理念 我一直就很想入这个 盛放花博酒囊 颜值高 度数低 简直就是可以喝的香水嘛 很适合咱们 今日的猪猪女孩们 开派对 新礼物 哦 是更有精美 看来很了解我吧 在家这样小酌一下 真的不要太疼走 这次回国过世 真的是太充实了 仪式感带来的满足感 真的太大了 所以姐妹们要好好爱自己哦 拜拜